好 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小玩意兒 就在大家的眼前 那這直接把商品公佈在眼前 跟我平常的風格不一樣 那我平常的話就是會有一個箱子 我直接收到箱子之後的話 跟各位一起來開箱 這樣子跟各位一起分享開箱的時候的驚喜 那我這風格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這一天的商品不是我買的 我上禮拜生日 那這是一個好朋友送我的生日禮物 那他送給我是一個包包 大家看得到他就是一個腰包 那他也可以是slim bag 那我收到這禮物的時候的話 其實我當時相當的驚喜 驚喜什麼呢 第一個是各位有看我頻道的朋友們 都知道說我其實頻道裡面有一個系列 就是在分享包包的 那我平常的話 我的包包也是相當的多 對那這個朋友還能夠送我一個 我沒看過的品牌 而且是非常棒的商品 我感到很驚喜 就是在我有限的對於包包的認知裡面的話 我又重新開啟了一個新的領域 那這個朋友也不簡單 他能夠在我們這個包包控裡面 還能夠找出一個我沒見過的商品 而且又是非常棒 這個真的是相當不容易 好那第二個的話是第二個驚喜是 這包包我剛剛 我在因為我們晚上聚餐 我在餐廳裡面看到的時候 一打開來看的話 確實是不簡單的 這裡面名堂相當多 所以說他除了開啟了我新的 對於這個品牌新的認識之外 他也讓我感到非常滿意的一個禮物 好那事不宜遲 我就要趕快進入主題 跟大家分享這個包包 好那這個包包的話 他的品牌 其實我已經開來看過了 只是還沒使用 那這個品牌的話 他叫做PACSAFE 大家看得到嗎 PACSAFE PACSAFE PACSAFE的話 因為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品牌 所以我上網路也稍微要去 survey一下 他是一個澳洲的品牌 澳洲品牌 那澳洲品牌的話 他們主打就是兩個 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環保 那像我這個的話是永續系列的 Eco 永續系列的 他就是 完全的全回收的材質 所以說 再生材質 所以說他是一個很忠實環保的 他們公司的訴求第一個環保 第二個是什麼 很特別 他聲明說他們呢 是Anti-Safe Safe 就是防盜 就是避免小偷 其實我說實在話 我們大家在亞洲生活習慣 生活久了 大家對於防盜這件事情的話 可能概念比較沒有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是在歐洲的話 你會對防盜這兩個字 會非常有感 而且防盜的訴求的話 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這一個廠牌的話 他主打就是這兩個最核心的原則 第一個是環保永續材料 第二個是處處都是防盜的巧思 好 那我就趕快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一個商品 那我剛剛上網路看了一下 他的名字叫做Paxafe 然後呢 Eco Eco 防盜側胸腰包 防盜側胸腰包 那是我們在台灣總代理給他的名稱 那我可以看到他的logo 就是一隻海龜 那他們這個每一個商品的話 都會捐50塊錢給海龜的保育協會 讓他們去做海龜的研究 或保育的工作 這樣子 那這一個 我覺得看起來我覺得像是腰包啦 因為他的這個形狀 這形狀的話比較像是腰包的感覺 那我們如果說是Slim Bag Slim Bag的話會有點像這樣子 這比較像Slim 就是它是讓你掛在胸上 身上的 那像這種的話也比較像Slim 這樣子比較像Slim 對 那這一個的話 我覺得它比較偏向腰包一些 那這個商品的話腰包也不錯 腰包也不錯 其實腰包有腰包的訴求 尤其是其實 這個容量的話在官網上面 宣稱是3.5公升 但是因為我們是包包控啊 我大概可以知道這個 在我一般 不管是Air還是Apaca的系列裡面 它大概是佔多少的容量 它這個應該是 歸列在大概2.5升左右 還不到3.5升 那它算是一個比較小容量的腰包 那我說在腰包 因為它畢竟是要別在腰上 它本身本來就不會太大 那 其實這個容量的話 在看你怎麼使用 它也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功能 我是很喜歡啦 因為我大的包包 小的包包都有 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鏡頭外 這是很驚人的 我們的這個包包的產品 真的是相當的多了 而且這還不是全部 這還是一部分 我拿出來用的而已 真的是相當大量 好 那總之 這個可以在我包包的這個收藏的 產品線裡面的話 扮演一個還不錯的角色了 好 那我們就事不及時趕快來看它 它有五大的專利 第一個是它的防盜 好 像我們最後的這一層 它叫做RFID 晶片防側入的口袋 所以說這個是RFID safe 所以說這裡面的話 你放在這裡面就信用卡 之類的不會被側入 好 然後 我看看還有什麼 那第二個的是這個背帶 這背帶也是非常厲害 這個背帶的話 其實我在John Gadget John Gadget 他是很知名的YouTuber 他的節目裡面 我曾經看過這個品牌Paxafe 那他有對於這一個背帶做一個測試 那確實蠻特別的 他這個背帶的話是沒辦法被剪斷的 但是他的影片裡面 是確實用剪刀把它剪斷的 那可能不像這一個Paxafe 他們官方宣稱的這麼的防盜 他確實是可以被剪斷 不過我們真的在戶外 或是在歐洲 一些比較自然沒那麼好 小偷比較多的地方的話 也不會說有人真的拿剪刀出來 剪你的背帶 有可能就是用刀子割這樣子而已 所以說 其實他一定的防盜的程度還是有 那這一個背帶的話 他叫做CarrySafe 專利的防剪背帶 那這裡面的話 還有包含了不鏽鋼的纜繩 就在這兩條 你們看到這裡面有兩個比較淺的痕跡 這裡面 他不是畫上去的 我這樣摸起來的話 他確實是有一個高低的差 這裡面的話 是一個不鏽鋼的鋼繩 所以說 確實是還不錯的設計 那 再來說 第三個的話 是他這一個叫做EcoMesh 他的這個材料裡面的話 他其實裡面是包含了鋼繩 這裡面是有鋼繩的 所以說你會有防割的效果 那在John Gage的影片裡面 他真的有拿刀子去割 那當然這是朋友送我的禮物 我不會用刀子去測試他 因為John Gage 他是很知名的YouTuber 他可能會有贊助 所以說他可以做很多的 這個破壞性的測試 那我們沒有贊助啊 這是我真真實實 朋友送我的禮物 我不可能說這樣子去虐待他 但是我從那影片看到的話 這裡面確實有鋼繩 蠻特別的 那第三個的話是POP & LOCK 安全的插扣 那POP & LOCK安全插扣的話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插扣是這一個 那這一個的話 他是什麼呢 他就是他這個地方 有一個上鎖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有一個開啟 這是上鎖的 看到嗎 對焦對得到嗎 好 那你這個現在是上鎖狀態 你如果把它打開啟的狀態的時候的話 要怎麼把它拿下來呢 你就是把它壓上去 壓上去 你看到這個收縮 壓上去以後整個往上拉開 這樣打開的 其實我說實在話的 我一開始拿到這個包包的時候 我完全都不知道 怎麼樣的把它拆下來 真的是完全不懂 那我們當然看得懂 這個是上鎖 這是開鎖 那我當時我也把它打到 轉到 switch到開鎖的這個位置 但是我轉到這個位置 我還是拿不下來 好 我才知道說 原來這是按下去 我們才能夠把它打開 好 那這也是這一個pacsafe 他們的專利 你扣上之後的話 你可以上鎖 上鎖之外的話 它還可以讓你 在這邊加上一個自己的鎖頭 你加了這個鎖頭之後的話 even你這邊是打開的 這邊有鎖頭控制住 你也是沒有辦法打開它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把它鎖在椅子邊 椅角 讓它不容易被拿走 因為在歐洲的話 確實這種小偷是相當的猖獗 它就會把你的東西帶走 那你加了上鎖之後的話 至少會增加東西被拿走的難度 那第五個 第五個專利的話 它叫做robar robar 專利的防盜鎖 防盜鎖 就在這個地方 這是這樣子 你所有的拉鍊頭 它會幫你集中在這裡鎖起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 還有一個 因為朋友送我的這個是黑色的款式 所以說 它的這些套件都是黑色的 所以說比較看不清楚 這個有一個上鎖 上鎖上鎖 你把它解開了以後 unlock 你就可以把這個插銷拿掉 那就可以把所有的拉鍊頭給卸下來 卸下來 卸下來之後的話 你還可以把它鎖回去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把它lock起來 所以說這個很勞酷 那除此之外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洞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洞 這個洞的話 你還可以把剛剛的這個鎖具鎖在這裡 它就會非常牢靠 even說這個鬆脫了 你也是打不開的 真的是非常防盜 好 那打開了之後的話 它其實是有錢跟中兩個加成 那所謂後的話 就是我剛剛有跟各位介紹的 RFID safe的這個倉位 那是最靠近這邊的倉位 我們通常就放護照 或者是說信用卡之類的 這些比較不容易被拿到的 因為這個倉位 它是最靠近身體的 那這靠外側的話 最外側的倉位 跟中間的倉位 很容易被開啟 所以說它就把它上鎖 那最外側這邊的話 它裡面是有兩個空間 那它的這個材質的話 都是Econylin 叫做Econylin 它的這個材質 那這裡面的話 這些裡面是用這個藍色 藍綠色的這一個顏色 很跳色 蠻好看的 那這裡邊的話 它也會有兩個口袋 兩個口袋之外的話 這邊的話 就會讓你放一些像太陽眼鏡 之類的 防曬乳 這種比較容易取得的東西 然後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鑰匙扣 這是第一個倉位 最外側 那它的這個拉鍊的話 也是可以開到全開的 大家可以看到全開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它的這一個拉鍊的話 並沒有做Opple Guard 沒有做防水 所以說這邊水會進去 那這個的話 可能大家使用上 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 那這個倉位 那第二個倉位的話 就是中間 中間的話它就是 打開之後的話 它的底部也是這一種 可以擴張的 擴張的底部 它這個設計的概念的話 跟Air Air的 Air的這個Dessling 3 Dessling 3的邏輯很像 你如果說東西比較少 它就會變扁 你如果說東西比較多的話 它就會有擴張 跟Air的邏輯有點像 蠻好的 那你這個打開的時候的話 你整個會全開 全開你就很好放東西 而且會沒有空間 可以妥善被運用 那你全開之後的話 我們把它轉過來 轉過來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拉鍊的空間 在這邊你可以放一些 比較小的物品 可能是貨存膏 或者是小東西 這個倉位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確實我們在隨身的東西裡面 有些東西是非常小的 例如像記憶卡 或者是SIM卡 之類的話 你小東西要有小東西的位置 而且最好是能夠 有拉鍊把它隔開來 這樣子比較不會掉 那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 這個層 這個是一個夾層 那這個夾層的話 我們通常放手機 放行動電源之類的 那這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說明 對於材質上面的說明 以及你如何去清洗它 它叫做 Reduce Ocean Plastic 就是回收的海洋塑膠 這樣子 蠻好的 100% PFC free 然後它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可能是乾燥劑 那這就是它的內部 那我們看一下外部 外部有沒有什麼細節 外部的細節 外部細節的話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吊繩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加掛一些 例如像燈啊 像閃爍燈啊 燈具啊之類的 你可以把它掛在這邊 讓你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比較安全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把它加上 HeroClap HeroClap的吊扣 你可以把它扣起來 吊掛 吊掛在某一個位置 HeroClap 這樣子就可以使用 那整個來看的話 確實不錯的商品 那這個容量的話 2.5公升 它官方是聲稱3.5公升 跟各位強調一下 但是我看起來的話 它大概是2.5升而已 或是2公升而已 因為它的容量不算大 像這個的話是 這個 這個Air的Deathlin 3 Max 這是6公升 對 然後這個的話是3公升 3公升也比它大 所以說 這個2.5公升我覺得還合理 那這個的話是Apaca Apaca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3.5公升 你看同樣是3.5公升 大小的差這麼多 對 所以說它應該是2.5公升而已 那所以說 但是它有很多巧思 我覺得還不錯 那整個是蠻好的商品 那在很多細節上面的話 做得很精細 對 很不錯的商品 那我們平常如果說出國的時候 然後出去玩的話 你真的把它當作一個腰包使用的話 讓它裝了一些隨身的物品的話 是非常的合適的 那再加上這個商品的話 它的這個專利 零零種種一大堆 它的這個專利零零種種一大堆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我覺得可以啦 但是售價定價 我上網路看一下 定價有點高 對定價有點高 那這個是可以參考商品 對 那我覺得 如果說它是一個收到的禮物的話 是很值得開心的禮物 那如果說是自己要購買的時候的話 這個確實 我看起來它的定價是有點高 當然我很謝謝這一位朋友 真的讓你破費了 我很喜歡這個禮物 感謝 感謝 那今天也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也謝謝大家 一些小筒